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又有看点了 嘉宾给嘉宾策划节目 太让人期待了 作为常驻嘉宾的蔡徐坤又被节目组套路了 看过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蔡徐坤欠下节目组一期节目策划 并且还打了欠条 有证据有人证 这节目策划没跑了 在节目中 不明所以的蔡徐坤还在吐槽节目组怎么还区别对待 还说从现在开始就策划一期节目 我们回酒店睡觉 这一期的节目就叫做《逆凯航》 结果呢 自己挖的坑真是寒泪也要自己填完 当蔡徐坤拿着自己的欠条宣读时 本人蔡徐坤在宣诫会上声称 相当导演 因此我欠节目组一期节目策划 会尽快补上 立此为据 所以说 是我欠你 导演组也是那里回应 说没错 就是郑凯有点可怜突然被 话说给郑凯策划节目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毕竟自己挖的坑流着泪也要自己填不是吗 看到这里网友纷纷调侃到他真的是给自己挖了个含泪也要添瓦的坑啊哈哈哈哈这节目真不错也有网友说到感激的坑了 感觉又是很精彩的一期太让人期待了 坐等播出了 还有网友说到被套路的蔡皮弟好好笑呀 真的是太可爱了呀 更是有网友说到我也觉得这属实特别的愉快了 突然被cue好有趣 看得出来网友都十分期待蔡徐坤会怎样给郑凯策划一期节目呢 这一期节目也会非常有意思吧 众所周知 蔡徐坤在游戏中是迷迷糊糊的大可爱 被套路的还不自知 当着众人的面读完自己的欠条才知道被套路 也是没谁了 有一种反差萌 实属可爱 私下里的蔡徐坤是温暖可爱的 但是在舞台上的蔡徐坤是充满魅力的 穿着最时尚炫酷的服饰 唱着最有节奏的歌 跳着最帅气的舞蹈 这样魅力四射的蔡徐坤 是无数粉丝心目中的男神 众所周知 蔡徐坤是选秀节目中出道的 一路走来 她一直努力向上 创作出了多首筷子人口的歌曲 更是有了情人这个代表作 在她这个年纪得到如此殊荣 很是难得 不断努力上进 不断创新是蔡徐坤给予粉丝们的回馈 面对音乐 她总是很严谨 面对生活 她很随性 带得粉丝正能量 是一个很合格的爱豆形象 咱们有了情人啊 优优独播